星星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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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媽媽是男還是女 拿你命殺天 陳偉琳是誰 天后的歌曲有其一級 你是天真還是傻 和某這個人 我也挺想念他 你今天喝了?喝了?喝了沒有? 你騙人 我也希望你叫我全名八文西 哈哈哈哈 今天很開心 因為我們四個DJ終於衝出了中大 校園電台的Studio 去到這個 比較高尚的港島區 去進行訪問 今天我們很開心 請到一個很特別的嘉賓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文迪貓 其實有很多人問 都有說過究竟你叫文迪 還是叫文迪貓 我都覺得應該要 Defensiate一下 究竟我個人 自己本身的筆名 是叫文迪的 文迪貓 好像衍生了文迪貓 我漸漸畫得很多 自己的貓 我想把裡面的角色和自己 有一點點分別 我想告訴別人 裡面的那個其實未必是我 我叫文迪貓 我的親人叫文迪 這就是我簡單的介紹 大家好 哈哈 其實主要你所創作插畫 的那些主題 就是來源 是不是大部分 都是來自你身邊 就是你親身的經歷 或者簡單說 其實我畫的東西 有三個類型 就是三條線 可能多些人會認識的 在網上看得多些 比較是辦公室的 辦公室的漫畫 另外其實我還有畫愛情 就是男女之間和貓 他們三個派對的生活 點滴 另一個最小的部分 就是講我三隻貓的生活 那我漫畫題材 主要畫 你會覺得漫畫題材 其實就是跟我 或者你們的生活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當然工作或者學業 這個比較重要 然後家裡 就是你家人 或者情人 你的伴侶 還有現在可能是小孩子 或者代替了小孩子的是寵物 而很多東西是我聽 聽到我八八掛掛 去偷別人的東西回來的 去偷聽別人的故事 去拿朋友的故事 然後再加自己一些想像力 就出了很多不同的故事 那其實呢 為什麼你當初會選擇 用插畫這個形式去表達 是因為你本身很喜歡畫畫 所以才選擇做一個插畫師 還是有什麼原因 我想問你們是否會以為 我以前都是一個 designer或者畫畫的人 應該是那些畫畫超厲害 即是上課 不上課 發夢 對 上課會發夢 即是整本的 都不用了 那些 我上課的時候 我沒有收過任何美術科目的東西 關於藝術和設計的東西 我都沒有讀過 那你說得對 一半就是 我的確是 那些教科書 真的會畫到花這輪 很塗鴉 那這個 我是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畫公仔的 其實很天真地 是覺得很喜歡的 即是很純真 很基本的一件事 覺得喜歡就是喜歡 我沒有想過要 我要在這一方面 闖出什麼 我要在這方面 將來我工作 要在這個範疇 我什麼都沒有想過 出來做事 我是做 其實我是寫字人 我是一個記者 生活 即是生活 就是生活 即是腐刊 那些 副刊 那些 當時是做雜誌的記者 他有八卦那邊 我不是那邊 我就是生活 即是腐刊那邊 你不是一個八卦的人 我不是八卦那類 我不是八卦那類 我八卦別人的生活所需事 在那時候 那時候 還沒有那麼多資源 去插畫 例如現在你很多素材 拿來做一些配圖 以前是沒有那麼發達的 即是一有這些空檔 例如畫 可能是星座 寫在那兩篇 那些人就會 喂 雲底救命啊 找不到圖 那你會幫我畫 那你又會有這些機會去 好啊 那我什麼都畫 我沒有所謂的 就是不會說 喂 你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沒有錢的 那我不會畫的 沒有的 我覺得 因為我喜歡 所以我每一段 每一個階段 我都很珍惜 一有這些機會出現 我就會捉緊 今天有機會去創作 或者是做一些小故事 去跟別人分享的時候 我都想 除了一些文字 主要都是用畫畫來表達 你本身一開始就不是 即是被人發掘入行 可以說 即是做插畫師 是那些人見到你畫得漂亮 就找你畫 人家可能就是很清晰 那樣 我是一個設計師 然後我是一個插畫師 然後我就入了這個圈子 因為我很奇怪 我又不是畫畫出身 我是寫字人 但是寫字人又不知道 寫一寫 然後就走去拿一支筆來畫 這樣 那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契機 是做雜誌那個年代 那我就很擅長 捉那些love and sex的故事 可能我的額頭真的寫著sex 那些性愛的故事 總是找我去負責 那我就有機會 在那個版面 就畫一個四格漫畫 那是那時候開始 就 經常會畫一些 這樣的愛情故事 那 那 畫這個愛情四格的時候 自己又會想 如果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那個風格 是 老闆定的 那 我畫出來其實 故事就是 自己想的 然後 但是風格總是 你不想 真的覺得 五口肉酸 那個公仔 也不是我自己的風格 然後你會想 如果有一天 我可以用自己的風格 畫這批故事出來 出一本書就好了 那 其實那時候都是空想 來的 但是你會有這個概念 如果有一天 真的有機會 可不可以試一下呢 那 其實我一邊畫 出書 一邊都做 我沒有說 我沒有說 quit 了份工 去專注做這件事的 那 就是兩邊 都一起做的 那就是 那就是 因為你做媒體 你會認識很多人 那 是好像 不知 以前有一個 老闆 介紹了出版社的人給我 那 就 不如試一下出書吧 你說公仔那麼有趣 那 那 我又是那些很順勢 那些人來到 好啊 試吧 那就試吧 那為什麼想知道 你會把貓呢 作為你一個 那麼重要的靈感來源 就是我看你今天 你的手握啊 戒指全部都是貓 你很有趣 是啊 就是想知道 你對貓的感情 應該一定很深厚 所以你才會常常拿來 作為你的 就是 你作為你的角色的名字 都是貓 我都想知道 你對貓的情意結 貓真的很壞 其實對牠 你會覺得 如果你喜歡貓的人 其實你會覺得 你對貓呢 你譬如狗那些 他真的很愛 但是貓呢 你是有時候 你會又愛又恨的 有時候會 中心 對 貓呢 你有時候會覺得 很討厭牠 牠不理你啊 你越叫牠越走 你叫牠不要弄這個 牠偏弄這個 你叫牠不要吃 牠就走去攪 牠要吃 牠總是不聽話 但是人就是這麼有趣 有些事情就是 牠越挑戰你 你就會覺得 好像很刺激 有多好玩 那些肥肉 是犯賤 其實我都經常說 作為貓爐 我們所謂貓爐 貓爐是犯賤的 你明知道牠這麼壞 但是你偏偏喜歡牠 其實我覺得 在愛情都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說貓的對著 也可以說愛情的 對著貓 對著貓 就好像對著男人 那樣 就是有一個貓 我就是看了貓 貓大過女主人 大過男主人 然後貓大過男主人 對 真的 沒錯 那時候 接了第一隻 回來 一隻兩隻 到現在三隻 其實我都養了很久 牠們都十幾歲 十歲 十二歲 十二 十三歲 我都不太記得了 那 這十幾年的相處 其實 很有趣 我在牠們身上 會學到東西 雖然牠們很囂張 但是 你會在牠們生活上的細節 學到一些東西 例如 很簡單說 耐性 我其實 是一個沒什麼耐性的人 其實都很急 我煎魚 一定不會煎成功 你會心急 但是 有時候你在貓身上 你會學到牠是捕一個昆蟲 可以捕很久 不動的 很專注 看著牠 因為牠要在最有把握的時機 才會出手 你看到牠真的很專心 很專注 去做這件事 我都覺得 其實人也可以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個人 為什麼要這麼心急 我都可以 嘗試一下給耐性 去做一件事 我經常在牠們身上 會看到一些 自己可以去改善一下的地方 就是這樣 但你剛剛就說 其實你一開始的時候 是由半職 先轉回 做一全職的筹畫師 但其實 會不會很辛苦 就好像 你所說 人很難好像貓那樣專注 你那時候 就要分很多身 又可能要養貓 拍下拖 又要做自己本身文字 又要忙於出書 其實這方面會不會 有時候 譬如我們大學生 我們其實都會想創作 很多興趣 但可能就是因為 太多工作 而會 不得專注 就會放棄創作 那時候是怎樣堅持 或者怎樣有一個平衡呢 你知道人 一天只有24小時 那我去怎樣編排的時間 這件事很重要的 那時候 其實我想最大的動力 是我有個心 想在幾年之後 我真的想 quit 了份工 我當休息也好 我想給自己試一下 可不可以全職去做這件事 那但是 很現實地 就是你不可能 立刻去 quit 了份工 因為 不只有我一個生活 我還要付租 我還要養貓 貓都要吃 我捱我都沒問題 貓要買貓糧 都貴的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你需要金錢 support 你需要金錢 support 你就要努力工作 我很辛苦地 迫自己繼續努力去做 而 下班後回到家 又要趕話 那時候又有些專欄 死都要做完 就算沒得睡 可能真的熬到5點 6點 那時候其實都幾瘋的 5點6點 第二早上再上班 上班 下班之後又趕話 那時候 我也覺得很抱歉 幸好我的貓沒事 在那段時間 我那幾年少了很多時間 在擺貓身上 你看多壞 一講講貓先 哈哈哈哈 男朋友可以 當沒到 我都很抱歉 幸好沒有情變 哈哈 補回 我都很少時間陪他 但是他都很明白 就是 那時候我在搏殺 那就是 我想每個人 你有 你放不放棄 那件事 就是看你的動力 究竟大不大 我覺得創作人 其中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靈感的問題 就是你日日 我看你畫得都很密 那會不會其實 靈感會不會被人 哈哈 會不會靈感被人渣乾 或者有沒有試過 因為覺得很大壓力 沒有靈感來的時候 那會怎麼辦 那呢 我告訴你 就不用怕的 人是一個很神奇的動物 來的 你不逼到過來 你的東西不會吐出來 我呢 一個很深刻的體驗 就是在我 書展 今年書展 是七月 書展之前 我講新書 又講 總之講著九萬樣東西 你新書之餘 你還有新產品 書展那個 我又要搞 很多宣傳上的東西 我要做 好了 這一堆東西之餘 我還有幾個項目要畫 一個禮拜畫三篇 就發覺人的小宇宙 經常都是這樣彈出來 是 我在那段時間 是試過在一天裡 畫四期 即一個月 四期的 辦公室禮拜 然後再畫一個 BeautyExchange.com 到明天 即第二天 死掉了 不要管 真的沒有時間 不如一次過畫完 再畫一個月 我就不用煩 平日我一定不會這樣做 哈哈 我們大學 可能同樣 我們都是爹了 是啦 那 你去到 原來真的 推你到原來的時候 你就知道害怕了 那些東西就會彈出來 你剛剛說 你的生活其實都幾繁忙 其實我們一開始訪問的時候 我們就說 跟文地聊天的時候 我們就覺得 因為創作人 經常我們看就看得多 但其實他們真面貌很少見 我呢 本身 就是在這個訪問之前 我一直都以為 插圖師 就是全職 就是一些 接一些freelance的工作 我以為是 比較空閒 就是可以淋一下花 養一下貓 就是畫畫 其實是不是真的 會很忙 那個work load都幾大 是不是跟我們平常 所羨慕的一種生活 其實是兩種生活 我很早已經發現 其實這些只是一個 童話 哈哈 哈哈哈哈 你都不期望自己沒有事做 哈哈 很悠閒在那裡淋花 其實心裡邊在那裡淋死 有沒有job 其實呢 是不是有空呢 是看你自己怎樣安排 的 有些人會很喜歡 所有時間是安排得很好 意思是 我回早九晚六 我的時間很穩定 我有穩定的收入 那就行了 上班下班我可以的 但是我很討厭這些生活 我覺得很辛苦 很困倦 對 每天都是這樣 人很快就借 所以 我以前就有嚮往 如果可以做freelance 就好了 那些時間就借安排 我喜歡幾時做事 幾時做事 下午還可以睡覺 下午睡覺 是啊 很悠閒 人家上班的時候 我又在走海灘 哇 很棒 我又在碧地上 是啊 這件事其實是好處 這件事我都覺得是 哈哈 但是是否真的悠閒到這樣 我覺得不是 有些人就會說 你好 你下午四點就去做facial 哈哈 真的很悠閒 我說我晚上四點在畫畫畫 你不知道 我差一點時間自己編排 而已 其實我們看到網上 或者現在 其實我們周圍 都是有些illustrator 就是插圖師 其實都很多 但是我們就發現 我們本身DJKING的時候 都發現 在這個行業 香港人不是太重視 或者覺得 即使我們天天看 即是OL天天看 我們的apps 但都不是很受一個 或者不是很受推崇 即是跟外國那些比 差很遠 那你覺得自己做 即是自己跟人說 做一個全職插圖師的時候 有沒有試過這些 即是被人覺得 哇 你是做freelancer 或者會不會 譬如一開始跟人說 你要轉全職 做freelancer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 家人反對 擔心 那些 先解決了家人的事 先解決了我的家人 家人呢 一向都不理我 若由很小 因為我是大家姐 大家姐 自然有大家姐的風範 哈哈 從小時候 無論是 選擇學校 選擇科 去到大學 選擇什麼 去做 到畢業之後 我決定先去旅行 還是先去打工 所有事情都我自己決定 那我只是回去 炸地 拿一點意見 又說 其實我已經決定了 哈哈 所以我家人 從來都是很 因為見我 一直以來 其實自己都很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家人是很支持我的 到到 那我可能 即是很現實地 我沒有了份工 我那 初初那段時間 可能就比較守緊 那可能教育沒有避 那麼 regular 那我媽媽都沒有出過聲 那 那 而且每一次有些什麼活動 我是 即是 一個機會是整家出動的那些來的 即是在書展 在一些分享會 他們是 每一次都出現的 那 所以其實我家人的支持 反而是 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是 從來都沒有反對過我 那 那這件事我覺得 就算是 對於年青人來說都很重要 即是 不是說是一個負擔的 是 如果你背後 還有自己的家人去 去撐住你 你去走那條路 都 雖然是辛苦 你都會覺得開心 這件事很重要 我不知道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 好像你說的 覺得 我們本地 即香港 對這件事 都沒有去到很重視 反而 大家就會覺得 如果真的身邊有朋友 是 是 選了這條路 更加要支持他 是 是 是 倒轉這樣想 應該說 年幾年 即是插畫師這個職業 都不是說 太popular 但是 即是 近幾年 我們自己看回 去書店 或者我們上Facebook 看那些page 都發覺 越來越多人 畫畫 面對著 越來越多插畫師興起 那會不會覺得 競爭大了 可能當時喜歡狗 就開始畫狗 不是猫 真的不能夠 我很堅持著這件事 因為曾經有人問過 為什麼不畫狗 狗的故事都很有趣 很溫暖的 我畫不出 最重要 我曾經畫狗出來 然後我男朋友 這隻不是貓 真的不像 對不起 我畫不到狗 不可以 那我放棄 哈哈 競爭一定有的 你多了這麼大批人出來 那競爭一定有 兼且會令到你更加警惕 就是 你的東西要緊緊一點 你不可以再 有時候你真的會放棄 你不可以放棄了 你要再想多些 有趣的故事 那幸好呢 我覺得我 那些 又不只是一個 譬如不只是一個插畫 我有一些背後故事去支持 就是 人家看到一些 可能看到你的那幅畫很漂亮之餘 背後可能 它好像這件事 是從哪個故事走出來的 就是有故事性的背後 我覺得很重要 加上 是跟生活好 息息相關 那件事 我想暫時 那些人都更喜歡看的 但是 我也不排除 有一天 就是 會是因為 有些人會走到別處 會流失了 一些都不奇怪 我覺得 你的社會是一直 向前走著 但是 你說 我需要特別去 去照顧某一班人 去改變自己的風格 我想我暫時不會 反而是在故事裡面 故事性 我會不會再加多一點 適合他們的元素 不是說畫狗 打死都不畫狗 我不知道 我在想 可能 我就算是畫男女 可能 我不知道會不會 我畫了雷 對 畫了雞 其實我身邊也有很多這些朋友 那 又會不會是迎合到某些人 或者其實未必是關於他們的故事 只不過是 大家 一些話題裡面 提及到 會牽涉到這些 熱的題目 在裡面 但是 你說風格那件事情 我暫時都不會動的了 我覺得 因為 你突然間改變 嗯 我 好像破壞了自己的東西 以前可能你會在一些 雜誌 又或者是 報刊 那些專欄那裡畫 那 現在呢 多了很多的媒介 可以讓你發佈自己的作品 即是Facebook 或者是好像Yahoo 那些 Office Weekly 那些 那你覺得這個是 怎樣去幫到你去 怎樣呢 怎樣去幫到你的創作 有沒有 曾經會覺得 有多些媒體可以去 幫你發佈自己的作品 你會覺得自己是 發揮的空間可能可以大一點 又或者是 令到自己的作品可以 廣泛地流行一點 都是因為 怎樣說呢 那個是 一個 Exposure 的問題 你知道Facebook 那件事 一傳十 十傳百 是在瞬間之內發生的 有時候我都很奇怪 有些故事 真的這麼好看嗎 我的意思是我的 我沒想過 原來這個故事的系列 不是系列 是這個故事的性質 我覺得都是 很普通 我平時發生的事情而已 突然轉眼間 去完洗手間回來 那麼多個Share 那你又會覺得 它的力量就是 令到你的東西可以 去到很遠 有很多人一起分享到 但是另一個 另一件事就是 你更加要 要好 讓別人認得你的東西 因為呢 按Share 這一下 其實很容易的 他覺得好笑 但原來他不認得你的東西 他根本都不知道 是民地的東西 那 那你Share 都沒有用 所以反而內容 都很重要 那個只不過是一個 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令到你的東西去到很遠 你呢 整天呢 就是你剛剛都說 你的創作靈感 是來自生活片段 有沒有朋友曾經 譬如你畫過 你和朋友之間的事 他生氣呢 或者男朋友 跟你說過 譬如一個很小的說話 你一會兒畫出來 有沒有這樣的反應 我先說朋友 朋友沒有的 證明我的技巧是一流的 我又不會很 很指名到聲 或者畫得很出 而讓他覺得 你幹嘛拿個故事放出來 但是我會抽其中某些位置 可能那個故事是很搞笑 我只是抽了頭 對啦 我又不會用 尾流回下次 再追溯其他東西 那我把東西追溯來追溯去 而已 我可以把那件很特定的事 把它抽了一些重點出來 變成很經常 大家都覺得有共鳴的東西 所以其實不是很覺得的 那講男朋友 大家一定要分開說 因為這個很重點 大家都會很擔心 我經常都說 我當然可以否認 那個也不是我的故事 但的確裡面 有很多東西都是我的故事 我生活上遇到的東西 而我是有一個好處的 我男朋友不看我的東西 他不看的意思是 因為怕看到自己 還是 我沒有研究過 我有想過 算了 我不想看 真的沒有眼睛 沒有眼睛 算了 我知道他曾經看過 我懷疑我的作品不夠吸引 所以他看一看 他停了 他畫得比較帥 但他有時候會畫我 有時候偶然我在畫東西 他會看到 我的頭不是這樣的 不是那麼方的 最近是這樣 你可不可以畫圓一點 就算我真的畫這樣 又怎樣 很有性格 大家真是風範 大家真是風範 那又怎樣 如果你真的因為這樣分手 是你選出 真的很有風範 你們這群人 懂得一點 假裝代表 讓我們今天四個替天核道 好 我們就是 都市 聶人 Hello 好開心 我們今集 新生趣 簡直是 飛出中大Studio之舉 我們今天 又來到 不過我們也是中大的 不過我們今天 就來到中大一個 很特別很特別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 龐鏡 沒錯 我們這個環節 都市獵人 為什麼會 突然來到龐鏡 我們平時聽到的都市傳說 可能都是一些歷史久遠 又或者在香港某些神秘的地方出現的傳說 都市傳說 都可以在你身邊發生的 沒錯 我們就在中大校園裡面 我們就按牌 就發現 大家都開始對龐鏡 有一些 野食工 對 有些傳聞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決定 做一次實地考察 沒錯 我們的都市傳說 未必一定跟我們很遠 但是 就是一些 真實的事發生了 但你又不敢相信 那龐鏡 究竟有什麼 這麼不相信呢 咦 為什麼一杯汽水這麼淡 可樂酒冰 要溝水 新的龐萬輪飯堂 簡直就是良心企業 30元一個餐 這麼便宜都算了 她好到送了東西喝 知道我得選百事那一刻 我真的非常雀躍 負責針汽水的阿姐非常靚 令我找回初戀的感覺 見到前面的同行友人 叫了一杯齋冰 阿姐很好人 知道現在天時暑熱 給了很多冰 對著差不多寫出來 還很好人 斟了一點齋冰 給她 那杯非常小巧 喝兩口就喝光 旁邊的姐姐 當然怕我們喝得多汽水不健康 果然喝得周到 我吸取經驗 叫了一杯齋冰 只見姐姐斟了半杯齋冰 然後奇怪的事就發生了 姐姐幫了一杯齋冰 加水 是真的有水 我想都沒想過 叫七喜會送半杯水給我 而那杯汽水淡得來 很有水味 很好喝 你會發現除了雞汁之外 水原來都是很好的調味料 下次我會告訴她 我看著杯裏透明的汽水 發覺這個世界真是很美好 姐姐 想問之前的雪冰有沒有加抽過水 沒有的 之前那些都沒有 那些花果肉很餓 又怎樣 不是喝了很淡 不可能我們用幾個酒 因為我們用完完的醬 用完整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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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完整個醬 用完整個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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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聽到那篇潮文 沒錯 也不是最近的事 前陣子 在Secret 一篇很出名 講一間餐廳的潮文 今天我就很慶幸 找到一個潮文的原創人 上來跟我們講一講一篇潮文 不如你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就是潮文的原作者 我叫John Ho 你可以叫我炳 對 那我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跟他同行的演員 你叫什麼炳 我叫賈文 賈文 賈文 Hello賈文 我想問一下John Ho 那天你們是否親眼見到他加水 好 讓我解解一下整個過程 那鄧賈文就 重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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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充 一開始就 一開始 一開始 鄧賈文 進去之後 我是前面那個 是賈文 同行有人 那你叫了什麼 我忘了 我總之是一個三十多元的飯 你是什麼 你是叫了什麼 我叫了一個扒飯 對 扒飯 然後 他們兩個的樣子很有喜感 對 所謂的 什麼叫喜感 好笑 好笑的感覺 對了 買了飯之後 要飲飲 好像不用加錢 但是不用加錢 好像只有七氣 或者百事 對 好像有湯 當然是選這個氣水 新一代 新一代的健康試飲者 當然是選水 不是選 哈哈哈哈 汽水 汽水 對 那時候我就在John Ho的前面 當然是選加冰 不是加冰 你就是這樣叫氣水 就是加冰給你 他加冰給我 那個冰是佔了這個氣水 一定是超過了一半 而他就凸出來 好像 如果有一個比喻的話 就好像鐵達尼號尋船的時候 有一半的鐵達尼號 我也想起 就是這個冰山 跑冰也不錯 這位John Ho很機智 那發生了什麼事 而我就懶惰 我吸取了這個經驗之後 就跟阿姐說要這個 七氣酒冰 那我就看到他 就按了一個氣水給我 是 按了一半的時候 他就把杯子放在地隔 然後再按了一些水出來 那我就想一下 他會不會 左邊那個 按了汽水 按到沒有了 然後就按另一個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就像汽水機 按完一個 按完之後 瘦完 你會按另一個 真的會補回 然後我就問 我的同行友人 那同行友人 怎樣回答我呢 我忘了 但我一時看上去 那個標誌 我忘了是空白一片 還是有個類似說水 我很深刻的 因為我的角度是看不到的 但他的角度是看到的 他跟我說是看到的 那個是寫著 英文字WATER的白色底 然後是黑色字 黑色字的一個格子 那個字體 我都可以很記得是 comics and ms 不知道你是記得 總之是最頂的 小學10級做功課 那些字體來的 然後知道 知道了之後 我就很安慰自己 我以為鄧甘文可能看錯 或者 或者是寫著水 但是是氣色 是啊 我覺得可能是 阿姐可能飆錯了 其實是 Air Water 可能是 然後 我也很安慰自己 但一天未喝 都可能 整杯都是湿起來 這樣 然後坐下去 放下 那我就吃飯了 那 他在喝他的杯 那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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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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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喝一口 就重複 然後 淡得來很有水味 我覺得很有新鮮的感覺 從小到大都有喝沉著 哈哈 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都從小到大喝習慣 而 那杯沉著 是我 印象中喝過 最特別的一杯沉著 它的味道是 很淡 很淡 很清淡 很清淡 很淡 很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